315mart 歐巴 晾晾 hmm 明..明明就是天 還在那邊給我 wonder 我們這樣要錄什麼呢 同志雷達 剛剛我問你喔 如果你走在路上 或者是你在吃飯 你在外面閒晃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同志的話 你分辨得出來他們是嗎 一定要啦 我頭上就內建一個雷達裝置 真的嗎 因為T很顯性 就是它的打扮 或是它的那個 行為 行為橘子 你就看得出來 這應該是T 可是現在不分很多啊 對 所以髮型也會比較偏那個 對 就是說 也許它是短的 可是它就是比較 呃 女生一點的髮型 然後聲音也不見得 每一個都是很粗的 但是你會有 有那種直覺 就是覺得 就是它的打扮上面比較看不出來 你是不是同志 我覺得我比較敏銳 就是那個雷達啊 就是直覺 第六感直覺 還蠻敏銳的 可以去辨識這樣子 第六感深思 對 不過我也有辨識錯的 因為有一次呢 去茶店喝茶 然後呢 我就看到了兩個 都短髮 然後也都穿得非常的休閒 就是T恤那些的 嗯 然後我就去給它推銷 推銷素胸 就對了一個 看起來比較親和度的 嘿 然後我就說 欸 你有沒有做什麼需求啊 然後我就 結果呢 它的另外 就是另外一個 的臉就越來越臭 越來越臭 然後後來呢 它終於忍不住了 它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一直對我女朋友 推銷素胸了好嗎 然後 我那時候就 我就說 抱歉抱歉 原來她們是一對的 對 原來她們是一對 然後只是說 她剪的頭髮比較中性 可是 她還是 我還是辨認出來她是同志 這是 嗯 不信中的大姓 那P呢 女生 其實P 你可以暗中觀察 假設 又在茶館好了 然後我們 我在隔壁桌 然後隔壁桌 是一群女生 但是一群女生 可能 這樣妳分辨得出來 沒有 可是因為 還蠻隱性的嘛 所以如果妳可以 偷聽她們講話 她們說我跟妳講 我女朋友喔 怎麼樣的話 那很清楚知道妳是 妳是那個 或是她們在 一陣在聊 比如說 欸 妳跟妳男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喔喔喔 多快又多快 然後可是 講到她們的時候 我跟妳講 手真的不堵臉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如果你聽內容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印得出來 但是妳要第一眼去 在一群長髮 或是沒有那麼 中性打扮 對 沒有那麼中性的話 妳要去第一眼去發現的話 其實有難度 所以我們的 所謂的同志雷達 是以她的外型 還有感覺 其實有一種感覺 就像妳剛剛說的 那種第六感 經過的時候覺得 欸 是同志啊 我覺得我個人 我便是同志 T啊 我比較敏銳 就是不管她是什麼樣子的 或者是她已經是跨性 或者是有一點已經變性 可是女生我真的就是 沒辦法 我現在有個 有個心得 如果妳說 隱性的不分 或是批的話 我發現 姐妹其實 好朋友 好對面 走路其實會這樣 勾勾手 真的會這樣牽著 但是 有一個重點 如果 妳看到兩個 頭髮很長 或者是兩個漂亮的女生 走在路上 是這樣子 那可能 就不是閨蜜這麼簡單 她們是Lover 欸 可是我真的還蠻少看到的 其實很多 妳都出去走走 妳看吧 我就說嘛 怎麼樣 這個問妳就知道 就絕對是對啦 對女生的辨識度 好 那我再問妳一個 那Gay呢 Gay妳辨識得出來呢 我不是說0號喔 我不是說1號的哥哥 1號哥哥是 就是比較Man的啊 1號喔 1號就比較 也是就很像 剛剛說的啊那個 比較語心一點 而且1號通常 妳都會跟直男 有一點搞混 我覺得我可以辨識 從哪個地方 頭髮 1號頭髮比較怎麼樣 頭髮 跟她的 打扮 跟她的穿著 我不能說百分百啦 但是我覺得 可以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我辨識得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有散發出來 某一種的味道 氣 氣息跟味道 心小起 然後 然後我真的 妳看嘛 妳看嘛 所以 妳們辨識得出來嗎 妳們有同志雷達嗎 但是我覺得大家不要 先入為主 就是喔妳看起來妳就是 對啦 對我覺得可以 妳可以試著去跟大家 就是交個談之後 然後再去 慢慢的詢問 因為其實有些人可能不喜歡 妳突然問我姓像 也許有些人覺得很自然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被冒犯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都要 就到這裡 那妳們呢 妳們有那個雷達嗎 妳們有那個雷達嗎 沒錯在下面幫我們留言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要按下去 或者是 妳們有一些可以分享我們的小 小心得 對 或是妳們發現 妳們周遭的朋友 哪些隱性的朋友 有什麼特徵 對 妳第一眼就可以感覺 她是不是是同志朋友 然後妳問了她 確定妳就是同志朋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想幹嘛 就是大家 妳那麼想要 那個有P的同志雷達妳想要幹嘛 就是交交朋友啊 就是交交朋友啊 我是非常的open的 就是這樣交交朋友 超帆 好今天就到這裡 掰 87欸 我跟你說啊 錄影前 我叫她戴假髮 然後我來 我來當同志雷達 她不要 結果呢 看我戴假髮 她戴上 她覺得好玩 玩上癮 就開始戴假髮 87 steamed髮 laughing 我真的在把臉 mel 真的成為我